几点开始打的 刚刚是几点 躲在家里打麻将 当场被园警逮个正着 被问到从几点开始 他们还不断装傻 他们几点开始 八点 没有 我说刚刚 八点才开始 园警登记资料继续追问 红衣妇人才终于松口 坦诚他们违反规定群聚打牌 6月4号晚上9点多 民众检举这里有人群聚打麻将 警方获报后赶到现场 才发现里面总共四女一男 桌上还放有赌博用的现金 五个人全被依法开罚 警方走到转角槟榔摊 放些店家摆放桌椅 让客人偷偷内用群聚 老板娘赶快走出来 拜托警方手下留情 人数没关系 虽然人数没有超过五个人 但是花莲从5月23号开始 就要求餐饮业只能提供外带 他们却还是违规 业者和消费者都被警方取缔 一张小桌子围着 三个名客人不但违反 餐饮一例外带防疫规定 也会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三级警戒还没解除 却还是有民众违规 不管是群聚吃饭或打麻将 都让自己增加染疫风险 警方呼吁民众真的不要违规受罚 以免荷包大失险 三连新闻旅院杨顺怡花莲采访报道 老板不但说自己好无辜 因为远景大半夜涌进酒吧 说他偷偷饮业 你这样卖酒 你是没有登记的酒吧 是 是吧 是 那全部都是浸瓶 是 全部都要拍下来 你就是卖酒 是 平平问自己做错什么 但酒吧灯开着酒也开瓶 让警方察觉不对劲 五号凌晨一点多警方接获检举 新一区一家酒吧竟偷偷营业 远景道场只剩老板一人 他声称自己回店内收网路线 没有营业 但远景眼间发现客人的消费签单 质问下老板才终于坦诚 而且调阅监视器 才发现老板让客人从后门逃跑 有人还没把口罩戴好 人数高达六位 已经违反 群聚规定 会台上有当日消费签账单 及客人进出登记资料 该负责人深知 只包不住所 使坦诚确实有营业 且有客人在内 饮酒消费的情势 疫情升到第三级后 八大行业全面停业 明显有酒吧偷营业 成为台北市第一家违规被抓 不但将面临最高三十万的罚款 连来消费的客人也被通知说明 没戴口罩的还要被处最高一万五罚款 三连新闻这种网站很看不到